嘉义有一间小吃店餐点 多加一颗荷包蛋或是卤蛋 只要五块钱 价格清明 民众说好佛心 老板说十几年都没有涨价了 因为客人大部分都是学生 希望让大家吃饱没有负担 而台南有一道传统美味的料理嫩骨饭 嫩骨它是煮到入口即化的猪卵骨 配上半熟蛋 韬客非常喜欢 洋葱虾仁蛋下锅大火快炒 散发阵阵香气 美味的炒饭没过多久就大功告成 配上一颗荷包蛋 简单却超享受 菜单上荷包蛋 卤蛋一颗五元 价格很清明 民众直呼好佛心 嘉义大林镇这一间小吃摊 老板娘十几年都没有涨价 都都去吃 我都想说 二十个家都没吃 客人大多是学生和工厂员工 加上店面房子是自己的 老板娘希望让大家可以吃饱没负担 大口爬饭鲜甜牛肉汤 配上卤得入味的肉燥和卤蛋超过瘾 重点是只要点一碗牛肉汤 饭和卤蛋就免费吃到饱 还不错啊 吃很多颗 麻豆新明街这一家牛肉汤店传承二十几年 每天都会准备七百到八百个卤蛋 让客人吃得尽兴 富含焦椎软骨煮得透嫩软烂 但很多外地人都不晓得台南这道传统的美味料理 嫩骨是猪肋骨下方的软骨 每一只猪只有两条 经过慢活炖煮软嫩弹牙入口即化 嫩骨很嫩很好吃 多久会来这里一半 一个礼拜大概三十次 内行人推荐配上半熟蛋最美味 道地的美食让韬客们趋之若鹜 接着苏亭张俊仁杨维华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